Zone 2可以最有效的 帮助你达到燃烧脂肪的目的 再来就是它对于改善胰脑素阻抗 跟立腺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 你要知道你用我在做Zone 2 理论上你要去戳自己的手指 大家好我是月功能医学诊所的陈君林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超夯的训练方式 也是我们已经被敲完敲到烂的话题 就是超慢跑 现在我们台湾所熟知的超慢跑 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田中宏晓教授 提出来的Slow Jogging 就是超级慢的慢跑 也因为那个速度真的很慢 所以它在日文还有一个别名叫做Niko Niko Jogging Niko就是微笑之意 代表就是你跑得很慢 同时还可以跟身边的人微笑 台湾人所熟知的 这主要就是由徐动因教练 所提出来的节拍超慢跑 透过节拍器去打一个节奏 然后跟着节奏去走来达到超慢跑 在国外 其实运动生理学家很早就有发现 低强度的有氧 对于我们心肺功能的好处 它在国外的名称叫做Zone 2 Training 这几种的超慢跑它都有一些共通之处 但彼此之间又有一些细微不同 Zone 2 Training它里面的定义是很明确的 所以我今天就用Zone 2 Training来为大家分析 我们身体的能量运用很像是油电混合车 我们可以使用电 我们也可以使用汽油 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又是如何切换能量来源呢? 通常是这样子的 在低强度的运动需求的时候 身体主要是使用脂肪作为能量 脂肪需要透过粒线体进行所谓的Oxidation 它是真正要去燃烧 燃烧之后才能够产生能量 但是当我们身体的能量需求超过一定的程度 比如说我快速的冲刺 或者是我做一些爆发力的运动 这个时候由油脂来提供的能量就供应不及 身体就会开始使用糖类 也就是汽油开始作为能量来源 而汽油在燃烧的时候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废气 所以碳水化合物在代谢的时候会产生乳酸 乳酸堆积之后也是我们运动后会产生酸痛的一个原因 所以乳酸的出现其实代表着我们身体从燃烧油脂到燃烧碳水化合物 这两者中间的切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绿色的是脂肪的氧化 就是我们身体在燃脂 在低强度的需求的时候 身体主要使用的是脂肪 这个时候碳水的使用是比较低的 就是下面这条红色的线 但是当我们的运动强度慢慢增加的时候 身体的能量切换就会开始转换 变成以碳水为主的需求 也就是所谓的无氧代谢 这个时候乳酸就会开始产生堆积 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血中的乳酸浓度就会快速上升 脂肪的燃烧比例会开始下降 因此我们就会认定 血中的乳酸到一定程度 代表身体去进行的这个能量切换的瞬间 叫做lactate threshold 一般认为是我们的乳酸的血中浓度超过2以上的时候 就是代表身体在进行这个能量切换的过程 Zone 2的关键重点就是维持我们的运动强度 而不会切换到产生乳酸燃烧碳水的这个区间 为什么要维持在燃脂的区间呢? 主要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你在燃脂嘛 所以针对想要减重减脂的人 Zone 2可以最有效的帮助你达到燃烧脂肪的目的 再来就是它对于改善胰岛素足抗跟立腺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 研究者甚至会发现 随着训练时间拉长 甚至可以有效的增加立腺体的效率跟数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立腺体健康不但跟三高、心血管、糖尿病有关系 甚至预防失质退化 还有整体的抗劳都会非常有帮助 再加上Zone 2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强度的有氧训练 所以它很适合各式各样的人 不管是年轻人、长辈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都可以从这个较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入门 慢慢去增加我们的心肺跟整体的代谢力 Zone 2 training 其实是用血中的乳酸浓度来作为一个切分点 所以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在做Zone 2 理论上你要去抽自己的手指来抽自己的乳酸浓度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才会间接的使用心跳来当做一个评估值 大家想必有这个经验 当我们的运动强度增加的时候 你的呼吸会变得比较喘 心脏身为我们身体的马达只好更快速的运转 同时乳酸的堆积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酸化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透过呼出二氧化碳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代谢 所以当我们的运动强度越高 我们的心跳会越快 我们的呼吸也会越快 因此现在也有很多人会用心跳率来当做 是不是在Zone 2的一个评估标准 那如果我要做Zone 2 training 我的目标心跳率到底是多少呢? 一般的计算方式会是用220减掉你的年龄 再乘以0.6到0.7 这是我们目标的心跳率 为什么这样算呢? 主要是因为220减到年龄 一般我们认为这就是你的最大心跳率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30岁的人 你的最大心跳率就是220减30 对于19 再乘以60%到70%心跳率 就是你的目标心跳率 所以今天这个30岁的人呢 他的下限心率就是190×0.5 就是95下 上限心率就是190×0.7 就是133下 但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如果今天这30岁的人心肺功能不是很好 从来都没有运动的习惯 他可能到95下 就已经开始进入他的乳酸 threshold 但随着他开始超慢跑 慢慢训练自己的立腺体 久而久之他的心肺功能会越来越好 那到时候也许他到133下才会到达他的lactate threshold 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绝对值 而是一个区间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 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使用perceived rate of insertion 就是自觉用力系数 他可以从1分分到10分 1分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得非常轻松 10分就是你运动到快要吐了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自己身体的感觉 大概可以知道现在的运动强度来到多少 所以在zone 2的时候我们希望达到的强度 就是你还是可以完整的讲完一句话 但是没有办法唱歌 而这个讲完一句话 他是别人会听得出来你在运动的讲完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做zone 2 training 有人打电话给你 然后你接电话 你可以完整的讲完这个电话 但是人家一定听得出来你有一点喘 大概是这样的程度 所以事实上其实国外有很多的人 他们会使用电话会议的时间 来完成zone 2 training 在台湾呢 大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追剧了 徐动英教练就推广使用节拍器 来辅助超慢跑 做法就是把节拍器调到每分钟180下 每想一下就跑一步 做到每分钟180步 这样子的一个跑步速度 然后一边追剧 一边完成你今天zone 2 training 的超慢跑行程 只要能够刚好让我们的心率 维持在这个染指区间 都是属于zone 2 training 所以除了慢跑之外 也有的人会使用脚踏车 或者是划船机 这种比较容易去控制 强度跟速度的有氧器材 来达到zone 2 training 超慢跑本身它不是一个强度非常高的激烈运动 所以也比较容易去调整自己的姿势 主要就是要有正确的落地方式 由前脚掌先轻轻的着地 再让脚后跟着地 避免对膝盖造成撞击 同时跑步的声音越轻越好 也建议循序渐进 可以先从每天10分钟开始 逐步按照身体的状况拉长时间 同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反应 是不是有一些膝盖疼痛 或者是疲劳酸痛 没有办法恢复的状态 我会认为训练非常重要 但还是要以安全不受伤为第一优先 有的人可能Zone 2训练会觉得没效 为什么?因为你做的不对 第一个是因为训练时间太短 运动生理学家San Milan博士 他研究了一群有在运动的受试者 他发现不同的运动对于力线里的功能 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如果今天是做高强度训练或者是重训的人 他的力线体功能不一定会进步 如果要达到力线里增强的话 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跟频率 维持在这个Zone 2的区间 首先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 理想上是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半 频率至少要一个礼拜四次 很多 如果一个礼拜做两次的话 他大概可以打平 但是如果真的要到增强力线体效能 需要到一个礼拜三次 理想上四次甚至五次以上的训练频率 另外就是连续性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在路上慢跑 遇到红绿灯就会停下来 这个时候你的心跳瞬间就会慢下来 有的时候又要冲刺去冲过一个红绿灯 这个时候你的心跳会加快 有可能就会超过Zone 2的训练强度 所以比较严谨的Zone 2训练 理想上是在室内进行 并且透过使用一个你固定可以控制强度的器材 或像徐教练提议的节拍器 来控制你的心跳变化 所以如果你一下子心跳标速一下子心跳降低 会减少你Zone 2训练的有效性 所以不要认为你在运动的时候偶尔冲刺 可以达到更有效的Zone 2效果 它反而可能会适得其算 如果我想要在同一次训练期间完成重训 加上Zone 2训练的话 我到底应该把它哪一个放前面呢 答案是要先做Zone 2训练 因为我们在重训的时候身体是需要爆发力的 所以会产生乳酸 当你结束想要再做Zone 2训练的时候 你身体已经累积了乳酸 就会让你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有效的Zone 2训练 但是研究也告诉我们 在完成了一个Zone 2训练的时候 你的身体可能会有点累 你在重训的强度上 可能就不会这么理想 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 是把两个拆在不同的时段做 比如说早上做Zone 2 下午做重训 或者是另外一种切分方式 当你在做Zone 2训练 主要会使用到大量下半身的肌肉 因此你可以选择安排比较多 上半身的肌力训练 训练的品质就不会下降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超乱跑相关的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也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把这集影片分享给你身边 在意健康的心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